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课快讲完了 今天是13天 然后我准备讲到15 15是要怎么个理解的 本来是14的 但是15就这样称为圆满 所以我是想说 我讲了十几堂课 每堂课都很长 然后三小时 要听完的话 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我想说 最后一堂课我来一个总复习 15堂课也就是一整本书 可以在三小时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有些观念 有些道理要再复习 就是今天上课的一个内容 叫做持经的功德 各位知道持经功德 一个说法就是不断复习的结果 不断复习 各位知道吗 因为观念听了还不够熟 熟了还不够能够能够做出来 时间出来 所以听闻佛法要不断的复习 如果一部经听了有道理的话 那要一直听 持经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送 这里有送跟读的不同 读就是眼睛看着经文 读出声音来 那个叫做读 所以读还要用眼睛看的 但是读的话就是背诵了 然后你内心有一个眼睛叫做法眼 仿佛看到经文一样 可以把它也是读出来 但是那个叫做诵的话 就叫做背诵 背诵意思就是你已经很熟了 才能够背 而且你不需要靠眼睛看 那这个心中有一部经 才可能做到这样一个要求 这个叫做功德 这个叫词经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部分 那刚刚说了 就是说我们最后一次 7月3号叫做圆满的话 经文很简短 我们把前面的 把一些重要的观念 有些时候是我的精神状态不够 有些时候时我准备了不够好 总之有各种的理由 没有很完美 眼前也大概就这样了 所以就把它再重读一次的话 也会有它的意义 毕竟我会跟别人介绍 我讲这部经的话 期待人家看完15周是很难的 但是看一次最后一次 比较比较经济 比较节省时间 那我还在准备最后一个题目 要怎么去放东西 就像今天这个内容 我们说起来简单也蛮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都当过国文老师的话都很清楚 国文老师就是白话翻译 对不对 以前啦 这个把文言文变成白话文 就是国文 那佛经也是文言文 所以白话翻译翻完以后就没什么好说了 但是这个内容 虽然我们去发挥 一里的东西就是发挥 发挥就是讲者本身要有见地 他自己要有观点 首先要有观点 有观点 用观点说出他的见地出来 意思就是说出他的所见 他对今晚有什么体会 这个体会就叫心得 心得因人而异 但是就学问而言的话 心得就要有根据 要有一个依据 根据说出一个道理来 经得起考验 也就是辩论 就是大家要可以通过辩论来 证实这个讲者的说法是否合理 这个就叫做客观而言 就叫讨论 然后大家彼此讨论的话 那老师就是做出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提出他个人的看法 就教于大家 这个就是在学校教书应该有的要求 那我是用这个标准来上课的 就是说 我提出一些我个人的心得 然后就把那个经文的内容 产发他的道理出来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 劝词本经功德无量 这个题目是圣言法师给的 圣言法师给这个题目 也是根据经文归纳出来的结果 经文本身没有这个题目 包括前面的也是圣言法师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就说 就是圣言法师提出他的一个读经的心得 用题目来把内容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同不同意 这有一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的分析不同 那在这个部分我用这个书 所以也就是一个意义是我接受我认同这个分类了 那如果我不同意的话 当然我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 不过大致上 我认为这个分类是非常符合经典的内容 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来说 这个题目叫做 劝词本经功德无量 何谓劝词 第一个要知道它的意思 劝就是劝勉 劝勉 劝勉的意思就是鼓励 这是文言文 文言文的意思变成白话就是鼓励的意思 词就是 词就是 受词 在经文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受词 所以鼓励大家受词 本经就是如来藏经 这个受词经典的一个 功德是无量的 意思就是它有很大的功德的意思 这就是题目的一个意思所在 那既然说是鼓励大家要受词 那既然说是鼓励大家要受词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受词 就是因为功德无量 那为什么 如何的功德无量 为何功德无量 这个我们要看这个问题 再来就是要受词 要怎么受词 所以受词的意思是什么 受词的方法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上课要把这些讲出来 那有些道理是经典没有的 就是说 为什么功德无量 经典没有说明它的道理 仿佛就是真理所在 信就信不信也没你办法 它没有要准备跟你 跟你 拉出证据来 也没有准备跟你辩论 那所以这个说法 仿佛是 佛教徒之间的一个默契 不是佛教徒就叫这个什么 叫迷信 佛教徒就把这个当真理 那就是两端的 可是我说 我作为一个 我要上这个课 我要讲这个道理 所以我会讲一个 我认为的道理 让各位参考一下 为什么会 劝持本经功德无量 事实上 不只是本经 你看到所有的佛经 都有同样的调调 它都告诉你 劝持佛经 劝持佛经 就是功德无量 而且很妙的 每一部经 它都说No.1 你去读一读 每一部经都说 读这部经 就是最好的 没有比这部经更好 而且也没有别的功德 比这个授词经典更重要 功德更大 那这样你不会觉得 有一点点矛盾吗 因为世界上No.1只有一个 对不对 怎么会每一个经都 那么自封为No.1 这个道理可以讲得通 这个道理要讲通才算数 不然我们很难 跟不信的人来说明 弘法的目的 就是让更多人来信仰 而不是什么 同温尘互相取卵而已 所以我们也认为功德无量 但是你说的功德 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可能因人而异 有人的功德 就是升官发财 有人的功德 就是坐禅坐了第几个天 有人的功德 可能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大家的功德 可能追求不同 那所以这个功德无量 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功德无量 那我们都需要去了解的 那所谓的授词 就是我们先简单说 这个授词这个意思 授词就是说 心里接受了这部经典 心里啊 心里接受了 然后呢 而且经常复习它的内容 所以授跟词可以分开来说的 授是接受了 接受了 那接受了就可以摆起来 就放纱不理它 就没有词算不算数 那就不算数 那怎么词啊 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就经常复习的话 所以就有好几个方式 那一般的说法就是读诵 读诵也就是 这里所提到的其中的方法 读跟诵不同 刚刚说过读就眼镜看着 读出声音来就叫读 诵就是不用眼镜看 你可以把它背出来 也是读也是读出声音来 但是你就是用背诵的方式 所以说读跟诵可以分开 有不同的理解 但也可以理解为一个 对不对 一般也有说读诵经典就不分了 有时候读能读一点 有时候需要诵一些 可以诵一下 就像心经我没问题 可以全部背出来 但是搭背诵的话 我跟着是没问题的 跟着 大部分我可以背 少部分我就乱起来 所以 为什么因为我不求 我没有用分别性去理解它 我就是一路感觉读下去的话 可能会错乱 所以读跟诵有时候是不分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叫做书写 书写称为抄经 那在以往那个印刷书不发达的时候 传播不够方便的时候 抄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红法的目的 其实读经的功德就在于红法 各位要记得这个背后的深意 读经啊 读经的功德就在于红法 所以他自立也立他 红法 自己学法也是红法 了解吗 自立也是红法 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就是传播红法 就是要把佛法散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获得利益 所以你的心里要有一个愿心 愿 发愿的愿 愿望所有人因为受持佛法 共僵法洗 得到法义 你有这个善心的话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与人为善的功德 有没有人相信与人为善啊 佛教徒应该会相信与人为善的功德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莫名其妙被打嘛 对不对 理论上只能说理论上 因为你可能过去跟人结了太多的怨仇 或别人也看你不顺眼的话就会打你 那你愿意相信哪一套 这有两套说法 一个就是与人为善这一套说法 另外一套呢 另外一套其实就是嫉恶如仇 就是说你不打人 人打你 那这样的话 当中没什么的因缘因果 那就有两套说法 所以你相信韩非子 还是相信孔子 这个就不同了 对不对 还是说你愿意相信释迦摩迪佛吗 那为什么愿意学佛者 这个道理 应该就是所谓人生观 人生态度的选择 每个有不同的一个态度 那书写是一种 再来有种叫解说 各位知道吗 解说 解说就是除了能读能诵 能写以外 还能够解释 解释就是让别人清楚 清楚明白 所以刚刚所说的 我们说就是有受词读读读诵书写跟解说 这样的话也算就是有五个了 对不对 有五个 不过我发现就像法华经一样 如来藏经一样 又还有一样叫做公养 公养算不算也是一个持经的方式呢 好像也算了 所以如果加起来就有六个了 六个又不符合法华经说的五种法师 了解吗 五种法师 那因此我们先理解了 就是说持经的方法有不同 就所谓的受词读诵书写解说 这个在法华经称为五种法师 但是也有其他方式 其实除了还加了公养以外 会不会还有其他不同的 还有一些各位帮忙想一想 也有可能 如果我把佛法变成一个论文好不好 然后我把佛法变成是一个活动 可以吗 这算不算持经的一个方式 譬如说把法华经变成一个剧本来演出 对不对 这应该也算 所以我们既然说了 五种法师是那个法华经提出来的 一个红法的方法 但是事实上红法的方式有很多 那背后还是一个根本要求 就是所有的红法的方法 都是为了达到红法的目的 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 用红法的方法来红法 也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红法 那这样的道理就是所谓的一个 一个持经的功德 受持经典的功德 所以那你要注意一个基本问题是说 持经的功德会不会超越世俗人的只期待个人的个人的一个利益的满足为要求呢 例如说只希望身体健康 只希望那个太太跑回来煮饭 这些的想法而已 它应该有更高更超越的想法 对不对 那最根本的所在就是有一个利益众生的一个心愿 那这个地方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自觉觉它的根本 那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学习或理解的话 那这个佛法就不是 我们先说了就不是释迦摩尼佛所说的佛法 还是说我们或我们这样说不是当下我们所说的人间佛法的一个目的 那我为什么这样提 因为因为持经的功德 受持经典的功德 在法华经就提出五种法师 这个是在法华经的法师品 或法华经的法师功德品 里面有 因为我讲过半部法华经 最近去年这个时候 我大概还在讲半部法华经 还有半部还没讲完 其实我也还没看完 然后我第一次讲法华经是在十多年前 大概那时候四十多岁的时候 第二次也是去年 所以我期待我可以还可以再讲完半部 才可以完整的第二次读完这个法华经 那通过法华经 法师品五种法师来理解的话 会有更多的一个启发 所以各位有机会 自己要再看看这个相关的内文 就是法师品 因为在大圣经典都提出一个共同的命题 共同的说法 你注意就是受持经典功德很大 那既然如此的话 各位相信这个大圣佛法 我说是大圣佛法 少生佛法未必这样说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应该这样说了 我没有认真看过四阿涵 所以我没有办法很确定 没有这个经验的确定 少生佛法的观点 但是我看几部的大圣经典都在提出这个主张 受持经典功德很大 所以例如我要讲一个举例 我看一看 我忘记拿出来了这个地方 在这里 在这里 我要提金刚经 因为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金刚经其实有一个主要命题 各位知道是讲功德的吗 金刚经讲修行 讲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见地 修行的功德 所以要通过金刚经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重要的命题 就讲这个功德 你看看我要举例的是第二十期 不是二十七应该是二十四 OK来来来来我们来看看 福智无比 金刚经多处提出福报 那么他谈修行 那修行的目的就在于福会双修 也就是要有福报 要有智慧 同时获得 那所以说这个福报就是修行的一个目的 然后修行的结果 那你看我只用一段就好了 因为他有许多地方都提出来了 他就是说 吃菩提就是智慧第一 然后这个秦法主来谈这个 修行的智慧 修行的福报 怎么说呢 就是三千大千的世界中 所有诸须弥三亡 各位知道这代表了又多又大 对不对 来形容这个七种宝物的一个内容的话 用这样的内容来布施了解吗 来布施 可是跟一个人用 波罗蜜多经也就是金刚经当中的 乃至于只有四句寄语 来授持读诵 有没有 我为什么选这段话来 他同样的观点就是说 授持读诵 然后为他人说 这是不是刚刚说的五种法师的其中一种 然后跟前面所谓的布施的功德相比的话 前面的布施所得的不及他的百分之一 不及他的百千万亿分之一 乃至于连算术批语都不能够算得出来的 这个观点 这个一样的观念是 是如来掌经相同的 我要提出来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共同命题 你注意到这个道理的话 你就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他们都要这样说 等于上我们也需要这样去说明白 再来就是法华经 法华经 我已经把它做出来了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书是 有用到眼睛看的 就是什么结果 就会得到 得到 他就要静阿尼奥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话说很客气 就叫做静 他没有说 就得到了 他就说接近 靠近的意思 但是既然说靠近了 这个菩提 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阿尼奥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正等正觉 也代表了就是自觉而觉他 也代表了什么 成佛啦 这句话表示了是成佛的 所以我又用法华经的说法来 让我们知道了 听完以后而受词 对不对 也就是刚包括在刚刚所说的 五种法师的方法当中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就是说 跟如来藏经有相同的说法 那要怎么 那如来藏经怎么说 那因此我们现在听一次 刚刚谢谢师兄送了我一个麦克风 我回去重录一下 我的经文 这个我还有一个美录 这些我都觉得还不满意 但是教学够用就好了 二十四尊 若出家 若在家 善男子 善女人 受词 读 诵 书写 公养 广为人说如来藏经 所获功德 不可许 不可计量 不可计量 中广队 中广阵等 各医尤寻 社七宝床 夫以天真 为依依依依佛 日日照例过 恒河沙七宝台阁 以用奉献 以用奉献 一一如来 即诸菩萨 身闻大众 身闻大众 以如是是 千万劫 金刚慧 不如有人 要喜不提 于如来藏经 受词 读 诵 书写 公养 乃至一辟愈者 金刚慧 此善男子 于诸佛所 众诸善根 福虽无量 比善男子 善女人 所得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算数 辟喻 所不能及 二十四尊 从说机言 若人求菩提 闻识此经者 书写而公养 乃至于遗迹 如来为妙障 须于发水洗 当听此证教 功德无有量 若人求菩提 助大神通力 欲供十方佛 菩萨身闻重 其数过横沙 一载不失意 为依依诸佛 教力妙宝台 所以各位 刚刚听完的内容 是不是跟金刚经 法华经都很接近 这个接近的内容 你相信吗 就是说 那个读经很有功德 应该说不是读经 是词经 词经范围比较宽 读经是其中之一而已 受词经典功德很大 再来没有功德比这个更大了 就佛法的修行 内容而言 方式而言 这个是最高的 所以说你 为什么会相信 这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前面所说的 是一个前言 前提 到这里来了 就是说 进入了一个 思维状态当中 思考一下 我为什么接受 佛法这个说法 这个是大圣佛法的说明 为什么 因为每一部经都这样说 所以说 这个理由 看看 各位知道 讲到经典这个地方 就是第十三讲 就称之为流通分 那前面一开始叫序分 就是六个道理 讲经的六个道理 再来就是到了经典的本身 就正宗分 所以从序分到正宗分 就到了什么流通分 流通分的目的 就是要让经典可以流通 经典要能流通 是不是要更多的人 能够受持 受持的目的 就是要接受这个道理 然后接受这个道理 是什么意思 就是接受了佛法的道理 就是说 能够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用佛法来帮助别人 请问这个会不会是 很有福报 信的人是觉得很有福报吗 对不对 那不信的人的话 都没什么伤感 所以你是信的人 所以你会说很有福报 如果你是信的人 也不觉得很有福报的话 会不会很奇怪 会不会也有这种人 也有这种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人 因为他没思考过 媒体会过 这是福报的事情 或者是功德的事情 那因此我们也接受 有这种状况 他只是说他信 但是他也不知道 这是有功德 如果你知道有功德的话 那算不算是开悟了 我觉得也算开悟的一种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想想看 今天上课其实是很有功德的 如果获得功德的话 因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宝藏 这个宝藏叫什么 如来宝藏 自家宝藏 就是如来藏 所以感觉自己是个 有福报的人 也知道如何开发福报 算不算很大功德 真的是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有提过如来藏的方法 这个是圣经法师 我们时间说的 他说的新武士 还记得新武士吗 第一个是 世安 还有一个叫世福 世安世福是用来 用来正义我们人生的喜乐 正义人生的一个 庄严 其他还有三个是 要对付我们的烦恼的 例如说 世他 世药 世感 对付那三方面 就是贪嗔痴 那对付贪 是用什么来对付 是用 是他 不是 世药吧 世药 用世药来对付贪 世药就是 想要需要 该要不该要 那个是 世药啊 那世药是用来对付什么 是他 是他就面对他 愚痴 是吗 还有 世感 世感就是感恩 感谢感动感化 来对付称心 以上 我们算是很迅速的 看了一次信武士的内容了 对不对 很简单 那重不重要 重要哦 重要哦 为什么 因为这是在用方法 你要注意 这是用方法 然后 这个方法是把禅法 做了一个次第 层次 的说明 来了解我们的心 那所以说 跟如来章的讲法 是有密切关系 那因此啊 各位 就是说了 要读这个经 就是 有那么一些 一些知识 累积起来 把握起来 才可能慢慢靠近 这个信仰的核心 那刚刚我是在问说了 就是 就是 持经这个道理 你相信吗 为什么 然后又说到 这个地方 已经讲到 经典的 尾巴的地方 就叫流通粪 那流通粪的目的 就是说 让更多的人明白 受持佛经的道理 就是 接受了佛经的佛法 能够用它来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 注意佛法是用来 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 成就佛道 所以说 所以说 能用是不是很重要 能用是很重要 能用的意思就是 能够明白 它的意思 从当中去觉悟 所以 为什么一再讲 这个 这些地方呢 因为现代人 会 会 不解 因为会 着想 他没有得到 这个 这个道理 就所谓的心法 他只是在 形式上面 去 去追求 所以 近代以来 佛法的没落 一个原因 归咎于 就是金灿 金灿本身 是无辜的 其实金灿本身 有它的功能 有它的意义 但是因为 人 谋不张 就是人 没有善用 金灿 来做法会 所以 金灿才会 变质 被人诟病 不过 在 在台湾的 一个发展当中 我们也发现 金灿慢慢 复兴了 我们也会 知道金灿的功能 然后也能够 善用金灿 来达到 法会的目的 但是 但是 持经 持经的精神 依然很需要 提倡 所以 今天上课 有一个目的的 就我而言 我觉得要提倡 一个正确的 持经观 正确的持经观 也就是 我们都需要建立起 自己持经的观念 让自己参加 金灿法会的时候 有一个标准 意思就是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然后 我在做修行 所以我应该 善用金灿 法会 来达到目的 而并不只是 为了什么 普通老百姓 期待的祈福而已 or 法会的主人 为了什么 募款而已 那这个地方 是我们 就是说 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 那这个 能够明白 这个是很有福报的事情的话 是不是就是功德呢 所以说 所以说 假如啊 假如接触佛法的人 都能够受持 都能够推广他人 那佛法就可以流通于世了 对不对 那既然流通于世的话 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达到弘法的目的 所以各位知道 流通分的目的就是 说明这个佛经 需要靠大家来传播的 因为传播的关系 那因此就是达到弘法的目的 可是 刚刚我讲了这个了 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 对不对 各位觉得 这个道理容易说吗 好像我刚刚已经讲完了 对不对 你能不能 明白啊 你能明白吗 我们有录影啦 录影 大家都在 视讯里面 可以看到了 能不能再把这个 这个道理跟别人分享啊 我说 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持经观 对不对 你听了我讲了 四十几分钟了 你能不能回家 跟别人分享这个道理 应该是不容易讲了 了解吗 不容易讲 我觉得不容易讲 所以 我也要把我的想法 整理好 才可以跟各位 刚刚讲了一些 一些我的看法 然后别人听了以后 容易懂吗 容易相信吗 我看也是不容易懂 不容易相信 所以我继续要讲这个道理 就是说 为什么 因为不信的人 他本来就是不信 不因为你讲了 够不够清楚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不信 你要他信是很难的 然后呢 就说这个是宗教的迷信 那佛教徒听了应该会相信吗 不是 他本来就相信 不是因为你说了他才相信 而且他信的跟你说的不是一件事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佛教徒也有自己一套相信 我认为大多数的是浊上的迷信 那浊上的迷信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念念经文 操操经文 就可以成佛 不对 就有福报了 不是要成佛 因为没有人要成佛 我讲过的 佛教徒几乎没有人想要成佛 只想得到福报而已 大多数啦 就大多数而已 所以说 现在经文事件说了 超超学行 念一念 背一背 就可以成佛的话 得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对不对 可以靠近 也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会不会很夸张啊 这个说法 第一个问题 经文件说算不算很夸张 而且为了突出功德的伟大 甚至于说 就连其他的修行 例如禅定 例如公养诸佛 都不比不上 会不会太超过 我只是问 第一个问会不会很夸张 这个会不会很超过 这里啊 这里你有没有看到 百分不及一嘛 千分不及一 对不对 乃至算术批语所不能及 然后这个授词读诵书写 只有有一个批语的话 他所得到的功德 对不对 是很大的 比起其他的三男子 他要做这些前面的 情形 精进 修习 神通 路珠 三昧等等 这男行道的 他们都比不上 所以我说 是否太夸张 那真正问题 应该实际上说了 迷信就是因为 因为信的人 是在形式上面满足就可以了 所以大多数的持经的态度 只是 只是什么 而爱其人我爱情理 对不对 那个 那个以为有 有那只人就可以了 了解吗 所以 所以说 有拜拜就有保佑了 但是就不问说 要有没有新的问题 所以迷信事件说了 然后呢 形式上面的满足 可是不知道心灵上有契合 了解吗 心灵上有契合 所以对于持经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胜明白的 所以道理上面要去探讨 这个是我们今天上课的目的 以上所说是 四个前言而已 了解吗 以上所说四个前言 那么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说明了 佛经有一个 一贯的态度 就是对于持经有功德 这个说法 是大圣经典 都是一致的提倡 而且持经的功德 是其他修行法们所不及 然后 问道说 各位伤不伤心 你伤心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 要思考的 你伤不伤心 你伤心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理由可能是你个人的理由 然后你也许你觉得很主观 不重要 不要提出来 那未必 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由 然后应该都要有自己的思考 那思考过了 这个才不会迷信 所以 就是说不要迷信 这样的话 不迷信 也就是不要有法治 不要以为这是佛教应该有的态度 信就对了 如果信没有解的话 那这个信就不够充分 所以要充分的话 要善解 善解 持经很有功德 这个究竟是为什么有功德 那因此我们才说我们需要上课 然后我给各位听完经典就没有再没有针对经典再说了 对不对 那是就经典的文字而言应该都很容易掌握 但是文字的背后的意思不容易理解 因此我们要认真讲 那第二堂课要讲什么呢 还记得第一堂课我们提到金刚经 金刚经就是说修行是很有福德的 那这个很有福德也就是一句话 就是要人布施 所以用圣言法师的话来说就是布施的人有福 可是金刚经还有第二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什么 不着上布施 如果不着上布施的话 其福不可施良 了解吗 不着上布施 所以布施有福 很大的福 然后不着上布施 那个福不可施良 注意这个不可施良是什么意思 没有说很大对不对 因为很大都不能够形容它的存在 要用不可施良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经文其实各位都很熟了 所以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尤其前面就有在讲这个道理 我金刚经也讲过两次 我本来也想接下来要继续讲这个金刚经 可是后来就是想到说 圆绝经 说到圆绝经也已经在准备 究竟要怎么讲它 所以有师兄来问我 是不是用一部书 就是完全证悟 我说是的 各位知道完全证悟这部书吗 给各位介绍一下完全证悟 在这里 这个新课程的名称就叫做圆绝经的生活观 完全证悟 使用这部书 这部是一部英文书 但是英文书又翻译为中文书 我们用的是中文书 不过没有这个电子档上课有一点困难 因为用视讯上课没电子档很难 前面的我有电子档可以转化成PDF自己来处理 但是这个没办法 可是我找到一本简体版 还是可以解决问题 但我不能够做讲义了 因为没有文字档来辅佐 我不可能见打字的 这个有困难 所以我都在思考怎么用方法来上课 还是同样时间同样地点 对不对 然后7月10号开始 是这个圆绝经 还有三周而已 所以很快 讲完如来藏经说圆绝经 也很不错 很自然 因为圆绝经讲的就是 这个直观的修行 直观的修行就是这个如来藏 那就是如来藏经 更进一步来去探讨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 我们期待各位信上的朋友 疫情差不多结束了 所以7月份可以开始来上课了 昨天都已经5万个例 差不多应该7月中应该更减少更多 所以我们可以来上课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我刚刚提到的是金刚经 你看这个 虚菩提菩提菩萨与法 因无所住 行于布施 所以是无上布施 然后不住这个身 有没有个字漏掉 色相未出法布施 然后不是不住 不住色布施 不住身相未出法布施 也就是不住六成而布施 菩萨因如是布施 不住于相 因此就是不可施量 就像虚空不可施量一样 那么菩萨无住相布施 福得亦父如是不可施量 那这个地方就说明什么呢 布施的人有福是第一个说法 然后不着相而布施 是第二个说法 两个说法同时成立 佛法必须有这两层同时都成立 才可以获得圆满 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 不是两个说法互相矛盾 而是同时成立 那同时成立你也可能会问说 同时不成立是吗 所以它也只是个法 它不是真理的本身 它只是个方便法 方便我们觉悟的法 为什么要提到第二个法 就是不着相布施 我们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因为再好的东西 假如着相就不是好了 对不对 你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 再好的东西 假如着相的话 也所谓的执着就不是好 例如说 好吃一直吃 会不好吃 就不好吃了 会吃到拉肚子 对不对 好睡一直睡 睡不醒好不好 那就变成植物人了 所以再好的东西 着相 执着就不是好东西 所以福会不会是福 就不是福拉 所以很大的福报 就不应该执着 对不对 有一句话 大功不严赏 有没有听过 少少的奖励 你可以领到的 例如两百万 假如整个天下都给你的话 你认为他要给你 还是把你宰的更简单一点 所以功臣不能够讨赏 然后大功不严赏 所以少福是福 大福要把它放下 了解吗 如果这样说的话 说有很大的福 很多的福 这个算不算是计较 算不算执着 这就变成算了 对不对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问个问题 如来将今 为什么会说 这个福很大 是其他修行所 不能够比较呢 为什么 所以这里又回到 一个问题来 前面第一个说法 就是不失的人有福 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 刚刚我们只提到第二个道理 就是说 不着上不失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 最好的东西 只着上计较的话 就不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 不要着上 那就是问说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如来藏经 又要这样去提出 这个福报是很大 很重要 其他的都比不上呢 那这样有道理要讲的 就是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 就世间法的因果来说 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失的人有福 讲的是因缘法 因果法 不着上不失福 福报不可适量 讲的是超越法 般若法 可以吗 就有两个法 然后 如来藏经 比较属于什么 从因缘因果来讲 所以后面还有一讲 第十四讲 是讲这个 世尊的因地 跟如来藏经的关系 就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明白了 就是这是个因缘因果法 因缘因果法 是建立世间法的根本 如果否定了因缘因果的话 那世间怎么来呢 就无从说起了 所以佛法一定是从因缘因果来讲 可是如果只有这一层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会被困在世间当中 被困在因缘当中 因果当中 因缘 什么叫因缘 对不对 因缘可以创造的吗 如果不能创造的话 那就是业感缘起 了解吗 那如果可以创造的话 那会是什么 那可能是 为世所说的 对不对 阿赖耶缘起 不过阿赖耶缘起 还不能够完全说明创造的道理 因为阿赖耶讲的是烦恼的生命 真正讲创造的话 应该是如来藏或法界缘起 那无论如何 那无论如何 你从业障的缘起 所谓的蛇因缘 还是阿赖耶的缘起 还是如来藏或法界的缘起来谈的话 那都是在讲一个道理 就是世间法的由来 世间的由来 那世间的由来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众善因得善果 对不对 众善因得善果 然后你相信吗 有些时候会动摇我们的信心 有些时候会打击我们的信心 所以说要相信也不容易 如果相信那么容易 佛法就不用那么费力气 去讲这个道理 佛法基本的道理 离不开这个因缘法 因果法 所以通过十二因缘 就讲这个生命的由来 可是生命就是困于十二因缘当中 所以要超越这个 这个所谓的货业苦的生命 那就必须还是从这个因缘的环灭来修行 那这里就是有因有果 有因有果的话 那如来藏经标榜 标榜这个 受持经典 受持经典的功德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的一个因缘因果 各位知道吗 如来藏经讲这个受持经典 是个很大的功德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的因什么的果 告诉各位 大因大果 了解吗 很大的因 根本的因 因为你要修行得到圆满的生命的话 必须从哪里获得 从受持经典而来 那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经典代表的就是佛法 佛法代表的就是佛 信佛的道理所在 你说你信佛对不对 那就净土法门来说了 就是念佛 但是就经典法门来说 就是持经 那你觉得持经跟念佛 哪一个比较高啊 如果就持经角度来说 他说I am number one You are number two 知道吗 那就念佛而言 他也会说 我们念佛才是最殊胜 你其他的都不如 那其实只有修行法门而言 有念佛 也有持经 还有修禅 现在还有称为做义工 所以呢 你只要想得出来的一切的作为 好像只要赋予佛法的意义 那就是什么 就是法门 而且不只是法门 他告诉你这是最好的法门 无上的法门 最高的法门 This number one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这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自居为 佛法的 不是代言人 佛法的化身 也就是法 代表的就是佛了 这个法门代表的就是佛 不过你要真的懂了这个佛才算数 那因为一般人不懂这个佛 他只是从形式上面的满足 就以为达到他的目的上面的一个追求的话 就是误会了 如果持经有功德 请问请公读生来持可以吗 老爷有钱 我请一群人来练经 算不算有功德 对不对 那然后呢 现在科技很发达 我自己念了一次 我就一直放可以吗 有没有功德 我不是刚刚也放了我在录音吗 那我整天放了不是有功德了 那是我 话说了 如果我有心 还是有用 那如果我没心呢 没心就没用了 所以如何才有心 我们想一个问题 我也可能说我很忙啊 然后呢 我现在上课我就不能够练经了 都得持经了 诵读了不可能嘛 那我在家里现在又在放了 我现在又在上课不就是达到目的吗 有没有功德啊 说实在说没功德也是有问题的 但你说有功德算不算执着 所以道理有没有功德就不可说了 对不对 说有功德就说给那些想听有功德的人听 说给没功德的话就破除那些想要功德的人的执着 所以说有说无都是道理 其实都没有道理 可以吗 那因为这样的话 不能着想是很重要 然后还有背后一个目的 就是学佛目的是为了弘法 弘法就是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刚刚说过 这一点没有把握好的话 可能就会有企图的可能了 因为这样的话 我刚刚提了一个理由 就是为什么提倡这个福报很大 就是就世间法的因果来说 这个是众善因得善果 然后而且是大因大果 各位有没有收到了 就是说这个是个大因大果 这个是个善因善果 所以从这里来加以肯定的 其次的话就是说 对于经典的肯定以及重视 经典的肯定重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刚刚提过了 这个是经典代表的就是法 法是佛说的法 然后我们来看 讲义其实有这个部分的说明的 在这里我们来看看 我在里面有提到这个道理 特别去找 好像又找不到我 嗯 各位有没有找到 都看完了 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好了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讲义 一条一条看下来 主要的就是说 佛 我们是信佛 对不对 然后佛已经不在了 然后呢 那我们唯一能够能够掌握到佛 就是从佛所说的法去获得 那么佛所说的法 记载在经典当中 因此后人要学习佛法 就是学习佛的精神 就需要从经典来把握 因此持经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这可以明白吗 那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佛经了 只有佛的遗迹 那像阿富汗有那个大大的古佛 他们就会把他摧毁 因为他们不信了 所以佛像本身跟佛经本身 代表两个意义 对不对 就是说 佛像的存在 不容易感受到佛的魅力 会不会 除非是佛教徒 对不对 我说过少话 那个什么博物馆 这个南海路是不是有个历史博物馆 好多好多年前 展览那个什么 魏晋南北朝的佛像 你会特别去看那些 断手断脚的断头的佛像吗 你基于什么理由去看 基于什么理由去看 一个是基于什么艺术 对不对 一个是基于宗教 然后不管如何都是有目的 你会以他的残破为理由 不想去看吗 我说我带我的妈妈来 特别去看一下 他说有什么好看 他看到以后 觉得说断手断脚了 就是说第一个 他也没有艺术的感情 的心情来看他 第二个他也没有宗教的情怀去看他 他是用现实眼光来看 现实眼光那就是不完美的 不完整的残破的东西 最近还有一个僵尸展览 你知道吗 在那个好像是在南部 有一个博物馆 我是不会去看 我没有那个情怀 那个很可怕的东西 我不敢看 所以说 所以 我不谈那个僵尸了 那个问题比较复杂 谈那个佛像 佛像如果没有佛法的精神 那佛像就是 就是称为偶像 所以说 没有佛法的精神 那就不能够得到 得到佛法的利益 因此啊 佛经会不会也变成是 佛像一样 不能被理解呢 我们现在能够读懂的佛经 就是汉文佛经 如果你有能力读 你有能力读其他的 例如说 其他语文的佛经 例如梵文 巴黎文佛经 你才可能接触佛法 所以佛经太难了 佛经还要识字 干脆念佛就好了 念佛不用太复杂的道理 不需要太多的技术 只要会念一句 这会不会越来越变成形式化 就是说 只是抓住一个样子 然后没有把握到精神的话 那就会流于迷信 不然就变成说是不信 所以这就是佛法的没落 因为佛已经远及了 佛已经不在人间 那佛法的精神通过这个经典流传下来 那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持经 就是因为要弘扬佛法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对于经典的肯定 对经典的重视 就特别夸张地讲它的一个功德 来鼓励大家来修行 就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事实上就中招而言 就是有这个加持的功德的 我们没有特别标榜它 但是道理是这样的 俗话也有一句话 叫做开卷有益 对不对 可见这个文字的本身 在原来的时候是有神圣的意义的 就是尤其这些经典 不管是不是佛教的 能够称为经典的 都会有它的神秘的力量所在 然后又通过它的声音 你了解吗 经典其实是通过声音 转化为文字 记录下来的 那因此啊 那个声音本身是有那个功能的 你不伤心吗 人家骂你一句你会跳起来 那不是个声音的功能吗 如果人家赞美你一句话 你也会飘起来 可见 可见声音转化为文字的经典 尤其是圣人的著作 是有它的力量的 因此是有功德的 如果你又伤心的话 这个修行是可以肯定的 可是啊 要回到福报这个问题来看的话 真正的所谓的功德 要有出世间的智慧来看 各位了解吗 因此才会说 要不着相而不失 会功德不可失良 说不可失良也就是 大到不可再大的意思 而不是说 没有功德 其实不可失良 还是在说 功德很大来讲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用 如来章的精神来说明 如来章的精神也就是 众善因得善果 而且是大因大果的说明 这大因是什么因啊 如来章为因 然后呢 如来章为正因 然后有了因 有缘因 就称为什么 佛信三因 那么佛因三信 修的就是佛果 所以这个称之为 佛信如来章 那这个是从如来章来讲的 所以说 回到福报这个问题来说 要有出世间的智慧来看 因此 要有什么 般若的精神 般若的精神 很重要 就是从金刚经 或心经来了解 那你能够读懂了 金刚经 跟心经的话 再来读 如来章的经典 会比较超越 世俗法 不能超越 都会让人执着 更何况佛法呢 佛法的执着的话 那就变成 很深刻的一个障碍 就称为什么 法治 那如果没有 波瑞尔精神 会有可能 不够不够超越融通 就这个道理要怎么说明 还是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超越意思就是 要放下世间法的因果 刚刚提过了 就是因缘法 因果法 是建立世间法的根本 然后又说 这个是大因大果 既然是大因大果的话 它也就是从世间法 通商于初世间法的桥梁 所以说 也就是从世间的有违法 体会到出世间的无违法的关键 有违法跟无违法 没那么的相对 或冲突或矛盾 它只是两个方便的语言 来说明真理的两端 我从 我是华泛大学退休 华泛大学有一道门 叫做拱门 那个叫拱门 拱起来的 那个叫什么 忘记了 太久没有 没有上去了 上个礼拜六有去过 忘记了 我都常说 出去以后就是出世间 这里就是世间 那道门 就有两个世界 一个到了水源地 那个叫出世间 从水源地回来五名楼 这个叫世间 所以世间跟出世间 是很微妙的 然后在于一心 其实很多人 没有那个分别 所以山中有人间 人间也是在山中 上看两不厌 只有什么 只有大轮山 在这里有很多的道理所在 所以说 如果没有出世间的智慧的话 那对于世间法的因果 对于这个大因大果 会不会有困惑呢 怎么说困惑 我们来讲这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说 要能够放下对世间法的因果的执着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前人种树 后人成良 各位怎么理解的 这符不符合因果 就等于说了 我又没读过书 我现在捐钱 又不是我来读书 我是给别人读书 这有什么因果 应该说我捐钱盖学校 我要读书吗 对不对 没有耶 你捐那么多钱 都没有你的份 你只是帮助别人读书而已 对不对 再说一个笑话好了 那圣言法是盖学校 盖这个中华佛研所 那些学生大部分都不是 回过头来帮他护法鸿法 我说大部分 这个没有办法用统计来说明 大多数的人 又拿的又吃的 然后又读书的 什么好处都有了 可能也是毕业一去不回来 对不对 那这个因跟果怎么说 这个因跟果怎么说 就是说我付出了 我布施了 然后呢 我得到什么因果 所以说 我也曾经听过 建仁的开示 就是说 就刚刚说那句话 前人种树 后人成良 自己没机会读书 对不对 然后扶持佛法 然后捐钱 然后也不是为了自己 可以得到什么 读书的机会 佛学院改好了 自己也没机会读了 了解了 那但是没有改变这个 这个付出的心情的话 所以说 有些事情成功不必在我 可以吗 然后有些时候 所谓的成人之美 对不对 所以 只是存帮忙 然后不是要当主角 不是可以当一个什么 老二老三 不是少二少三 所以说 真理究竟是什么 真理是不是 不必执着获得才是真理 有些时候 逝去了才知道什么是得到 是不是 这符不符合因果 请问 因此 因果没那么直接说 对不对 因果道理很深 所以不思的人有福 然后呢 持经的人福报很大 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了 是否是因为持经的人 能够把握到这个机会 持经的机会 其实能够持经容易吗 第一个要识字嘛 对不对 第二个 要懂这个道理 识字还不够 那英文我就持不杀趣 你知道吗 英文连讲都讲不清楚 看着他练的话练不杀趣 为什么 没有这个知识 没有这个机能 所以识字本身 是个条件 然后呢 眼根耳根 这个六根都很敏锐 也是个条件 那这些因缘俱足 了解吗 还要有心 还要有佛法 佛法 所以说 还要把握这个机会 了解吗 所以能把握这个机会 算不算福报很大 如果不觉得这个福报的话 那我们大概 另有所图 就是眼睛可看的东西很多 嘴巴可说的话很多 为什么要持经 所以说 他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他也懂得这个道理 他也知道可以怎么做 因此 这个是什么 有福报的人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有福报的人 这是一个道理了 了解吗 刚刚说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其次的就是 有时候吃亏 有时候做人常常会吃亏 东西买贵了就是吃亏 买东西被别人骗了 买东西的时候老板死了 不知道该怎么追他 我又没能力一直在追 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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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追不上 可能追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人生有很多时候要吃亏 能吃亏 可是不以为意 是很不容易了 那为什么可以不以为意 还有一个理由啦 因为他看得开吧 还是因为他根底很深厚 对不对 还有呢 他不怕被占便宜 对不对 所以吃金会不会吃亏啊 吃金为什么不吃亏呢 第一个 浪费精神 第二个 浪费时间 还有呢 浪费了我的爱心 所以说有什么好处 如果有些觉得吃亏的话 那大概就不会来吃金了 对不对 所以不怕吃亏 就算吃亏 也觉得说没什么了不起的 贱的话 也就是他不是为了图利自己 其实有谁不为图利自己而吃金呢 你告诉我 有谁不为自己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有自我而持金 恐怕很难啊 深刻而言的话 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我像 所以说尽管有一个我像 但是我们在一个更大的方向而言 我们都是力求放下自我 对不对 不图利自己 而且是希望能够借此来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 那这样的话就称为什么 那称为发愿 这个地方称为发愿 那你说是不是功德啦 这个地方就是功德啦 对不对 所以说 金人的话就不容易 不容易这个 有负面 其实生命 生命能够维持一个 平和的态度 如果依然对于光明有正向的一个上网跟追求的话 这个就是福报啦 就是功德 也就是佛法所在 世界常常在考验我们这样的一个底线 因此啊 最近台湾也有一些新闻啊 例如说有一个例子 放火去火烧这个家里 那就跟我们没关系嘛 对不对 但是你会觉得说 心里就很不痛快 因为怎么会有那么的例子 你会不会觉得非判他死刑不可啊 你会不会心中也有一些不平的声音 所以会不会因此也会怀疑这个人生的道路呢 那所以说 如何维持一个平和的心情 不是不关心 但是不要什么 不要操心 不要对自己 对人生 失望 以及怀疑 以及否定的话 是看不同的修行 不同的修养 那饥饿如愁 这个愤世嫉俗 会不会也是一种常态呢 会不会是一种常态 那如果说我们更多接触世间的不平 然后会不会也让自己增添更多的烦恼 这个是可能一般人可能会疏忽啊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是获得正能量 那因此要很好好的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那如果我们看到世间的不平或烦恼 我们都能够维持对于读经时候的一个态度的话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所谓修行所在 可是很多人应该比较互热见的一个关系 应该比较多的 读经的时候是读经 对不对 世俗的时候是世俗 所以是两个世界 那读经的功德应该是说 可以把读经的一种体会 能够用到生活当中来检讨 那因为《如来藏经》就是讲这个 睡在烦恼当中 如来之心不变 这个地方来理解的 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多做检讨 这个功德才可能看出它的意义的不同 所以说为了鼓励大家来学习 对不对 学习这个经典 因此它就是讲这个读经的功德很大 词经的功德很大 其实福就是福 福有没有大福少福的不同 福就是福 福就是福 福有没有大福少福的不同 没有 没有大福少福的不同 然后福就是空 福有没有大福少福不同的空 也没有 因此福即是空空即是福 这是谁说的话 这是我说的话 没有一部经典箭说 心经有说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那我会理解为福就是空空就是福 所以 懂得放下对于福的执着才知道福报的所在 了解吗 然后 知道 持经是福 珍惜持经这个机会 通过持经 然后赔福 然后赔福 赔福 重福 这是讲什么 这是在讲 新武士 在赔福 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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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知福 珍惜持经这个机会就是习福 然后通过持经 然后赔福 重福 那这样的话就叫做四福 通过四福来争议人生的一个福祉 这个就是安心 安生 安家 安业 这就是四安 那 新武士就讲了两个了 差不多一半了 对不对 我们需要这样去不断的复习那个观念 能够熟悉那个道理 然后进来能够进行人生的 来思考反省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经典的学习就 就有一点点把握 然后能够常常读它 就记得它 就背了它起来 就心中大概有一个理解 我最近有这个体会啊 因为我要准备《圆绝经》 《圆绝经》是我2014年 已经有八年前读了 然后那个时候算是第二次读这个经典 现在准备第三次 仿佛有点熟又不很熟 有点熟又不很熟 其实人生能够读三次同一部经典是很难的 尤其是要有 已经有一点点体会的时候再读它不容易 那我会期待这一次读它会更深刻的 把这个经典的道理 能够更熟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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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就称之为什么 用感谢的心来听 听这个经典 感谢亲爱的爸妈 这也就是事感的道理所在 感谢亲爱的朋友 为我做香喷喷拌菜 和苦辣酸甜 一起探索这浩瀚世间 陪伴我长大 感谢路边的小花小草 床边风景诗篇 感谢经过的大风大雨 增加我勇气 感谢流动的水伟大的高山 感谢上天和大地 我们拥有平安的每一天 谢谢大家 感谢亲爱的爸妈 也不当风遮雨的家 为我做香喷喷拌菜 陪伴我长大 感谢亲爱的老师 找到我无穷尽之时 指引人生迷惘方向 陪伴我长大 感谢亲爱的朋友 分享生活苦辣酸甜 一起探索这浩瀚世间 陪伴我长大 感谢路边的小花小草 封面风景诗篇 封面风景诗篇 感谢经过的大风大雨 增加我勇气 感谢流动的水伟大的高山 感谢上天和大地 我们拥有平安 我们拥有平安的每一天 感谢路边的小花小草 封面风景诗篇 感谢经过的大风大雨 增加我勇气 感谢上天和大地 感谢流动的水伟大的高山 感谢上天和大地 我们拥有平安的每一天 感谢流动的水伟大的高山 感谢上天和大地 我们拥有平安的每一天 感谢 感谢的心 感谢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学习佛经 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人很感恩的感觉 这样的话就是如来藏所说的道理所在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时间说过了很快也很快 但是也已经讲完两节了 然后第三节要怎么说明 我想是要讲讲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五种法师的内容 然后尤其是法师要怎么解释 以及经文的文本再来顺读一次了解它的意思 以及我的讲义的内容 这样的话今天上课看起来还蛮踏实 那就首先我们先看看那个讲义好了 讲义 就是先看这个课程的内容 课程的目标好,从课程目标开始 就是这个单元是流通分的开始 流通分总共有两个内容 所以有两个单元设计 今天是第一个就是称为这个持经功德是无量这个主题 那我们刚刚所提的是都提到一些道理 再来就是三一回我们谈这个因地 世尊的因地 就是世尊的就是成佛的如来 所以就是让摩尼佛成佛这个因地 跟如来将经的关系 因此我说这个是讲的是因缘因果法 大因大果 这两个主题和而言之就是法华经所说的佛为大众受计 将来一定会成佛这个道理 成佛道理要怎么讲 就是成佛的方法本讲的目的所在 成佛方法在哪里啊 就在这个受持如来藏经 受持佛经 那我们就是说因为佛已经缘吉了 但是佛的法记录在经典中 所以通过经典的受持就获得学佛成佛的方法 这道理是不是很清楚 然后最后一讲就是讲他的成佛的原因 成佛的原因就是掌握到这个因 了解这个因 那因此我们有因有果 那这样的话如来将经就功德圆满了 那回到本讲的一开始 佛指出世中佛子 各位知道为什么说世中佛子 你看若在家若出家了解吗 而善男子善女人叫佛子世中 出家的男众善男子称为比丘 出家的女众善女人称为比丘女 在家的男众善女众善女众善女 所以这是佛法的语言 我们在家人能知道出家世中吗 这个就是佛法的知识 这个就是佛法的知识 所以能够受持读诵公养 佛法的获得 例如求财得财 求子得子 求利得利 求平安 求健康 都得到的意思 那佛法也讲功德 但是佛法功德是偏上于心心的修物 这个是一个重点 心心的修物就是无违法的获得 所以以前的人有这个理解 大概是那些读书人 示意的读书人转而求佛法的追求 就能够体会到佛法是心心的修物 然后修物的结果就是无违法的体会 因此如果要有这样一个修物跟体会的话 要懂一点般若的精神 就是金刚经心经所说的智慧 才可以懂得超越 那佛法没有超越的话 那就跟世俗没有不同了 那尽管是谈到的是佛理 但是他依然只是在有违当中 就不会得到更大的自由 就没有得到更大的利益 因为不懂的人看到佛经一再较量功德 会误会以为这个是鼓励迷信 佛法不容易被理解是因为被误会 那佛法有没有它的一个潜在因素让人误会呢 也是多少是有的 所以说需要澄清 那么有些会以为佛法是执着于功德 因此对佛法有所非议 大概朱熹也是类似有这些的主张 朱熹曾经常常识佛 后来又觉得佛教不是真理 所以又回到卢家 近代以来也有一些卢家人士 像梁树明 他早期也是学佛的吃素的 后来又回到卢家去 所以佛教代表的是出世 对很多人来说出世 刚刚提到那个心性的修养 就是一个出世的情怀 比较没有那个入世的精神 那儒家被视为入世 那这些也许是个误会 然后要把这些误会澄清的话 所以要如何的会通 就所谓的卢佛会通 那就做学术的卢佛会通 有很多人 但是就不知道 常常是会而不通 又会了但是没通 要通也不容易啊 所以要通的话 那懂的佛法才可以通 那所以两个道理都要懂 才能够通 对不对 那要怎么了解 因此我们就是说了 这些有误会的地方 就佛法而言 如何去说明它的真理 因此有两层的说法 大多数不知道这两层的说法 也就是世俗地讲的是什么 俗地 真理讲的是第一一地 俗地讲的就是有的道理 所以有不思就有福 有因有果 但是生一地就讲说 要超越它的话 才可以融通 不然就像司马迁怀疑天道无常 常与善人 是也非也 予以身或焉 这个是什么 博弈列传的话 我从三十岁开始教书 就讲这个博弈列传 结果讲了二十年了 对不对 然后讲史记一定会讲到这一篇 司马迁深通中国历史 从三皇五帝一路讲到西汉 这个学问很大 但是他对这个问题都没办法突破 他最后只能够归忠于孔子 就是孔子怎么说啊 道不同不伤为谋 亦各从其治也 每个人做自己伤心的道理就好了 也不求勉强别人 那既然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也就是如何从天道讲到人道 这个从佛法而言的话 有两层 如果不能够融通的话 那我们就会 在世间法 常常不是布施的人有福啊 是有福的人才布施 了解吗 什么叫有福的人 就有能力有钱的人布施嘛 对不对 那等我有能力再来布施吧 那因此道理 中文很有趣嘛 刚刚我就说 布施的人有福 可以讲成有福的人不施 对不对 那慈悲没有敌人 也可以讲成敌人没有慈悲 因此啊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是因果呢 为什么是因果 所以 这样因果很执着可能就变成迷信 那没有 深一滴的理解的话 那都不能够超越 自我的执着 而给予 那个真理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有障碍的说法 所以能够融通 才不留于世俗之间 因此 有宗教精神不容易 但是信仰宗教的人 常常都很执着 就变成很不能够沟通啊 那我们希望能够沟通 通世间法跟初世间法的差异 重要的也就是说 建立起一个真理 不要执着于真理 然后信仰于真理 就不会因为 对真理的怀疑而动摇 那这样是一个 信仰之路的一个探索 那也许一生也许是多事 但是我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 因此啊 生命其实是不容易坚定 坚定它的信心的 那不管是信仰什么 其实这个坚定是很重要 所以称之为信仰 那如来章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那值得我们去理解的 所以就学佛本身来说 学佛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呢 如果能肯定的话 那这个就是福报所在 就不需要再求另外的功德了 所以能够立己能够立人就是 就是更是学佛更高的目标 注意了 前面就是说 学佛本身就是幸福的事情 可能偏于自立 但是从自立也能够理解到 立他的话 那这个是有更高的目标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觉自立 然后更能发愿立他的话 就是觉他 因此学佛是什么一会事情 然后如何达到目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谈这个 这个持经的功德的所在 如来章经是肯定自我 肯定自我 就放下虚假的外表 就是有个比喻当中 讲了很多的一个烦恼 都是虚假不真实的存在 然后因此能够放下才不被现实 不被环境所打败 我们会被现实打败的 因为现实有很多 难以突破的困难 难以理解的盲点 然后考验我们 对真理的信心 然后如来章输诸于 对佛的信仰 刚刚我要找到这一条道理 我找不到是这一条 就是说 对佛的信仰 因此就是信仰为要求 以信仰为要求 就是说佛法 有以禅定为要求的 对不对 以禅定为要求 所以很注重的是打坐 有些很注重智慧 智慧也就是所谓的 般若精神的体会 因此要 要有更多的般若的精神 那有六度为精神 就是不思为怀 所以有不同的一个诉求 那佛已经不在 现在佛已经离开 因为我们说现在的佛法 是佛所留下来 佛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是历史上的佛陀 就是他跟我们一样 曾经生存过有生老病死 那么已经离开的话 但是他跟我们不同 我们什么都留不下来 他留下了他的佛法 就是佛法在经典当中 因为被寄留下来 因此如何通过经典 获得佛法 就有这个授词经典 这个讲法 那么授词经典 有读诵书写公养不同的方式 对于这些方式的授词 我们世人 就俗人 只是沦为行事上面的一个追求 没有反省他的意义 也就是说 没有获得心灵上面的契合 这个反省 那么因此 因此就是变成只是迷信 变成只是拿着伤跟着拜 跟着读而已 然后这个授词经典的法华经 就称之为五种法师 那法师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说 法师的意思就是 以法为师 以师学法 法师两个字是互相定义 所以现在我们要 要把这个道理跟各位讲一讲的 就是授词啊 一开始我们就提过 就是我们接受了它 然后 持之以恒 不断的复习 对不对 那因此就授之于身心 持之以恒 这个是受持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讲法就是 受之于心 持之以身 那么把身心分开来说 心有所受 身有所持 那这个 来谈那个受持 那受持的方法 就可以有 所说的几种不同的方式 或我们还可以推广为更多的方式 那目的其实就是 让佛法广为人知 所以需要广为人说 但是我们对于法师的意思 一般的俗人都以为出家人 就是法师啊 在这里要讲一个道理是 法师不一定是出家人 了解吗 法师要有五种方法 的弘法能力才可以 可以什么 当这个法师 那有很多法师是因为职业的关系 职业关系很有趣嘛 对不对 他以法师这个职业来谋生 有些人是因为要什么 要还愿 要什么 要发愿 要当法 要出家 就跟吃素一样 这算不算吃素啊 为了 为了 发愿 吃素 例如说 为了希望母亲 病 病好了 所以她要吃素 这算不算吃素啊 形式上算了 对 因为她真的有吃嘛 但是 好像有一点怪怪的 就是形式上面的满足 目的上面的追求 那是否达到意义上面的圆满呢 我说就未必 因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心灵上面的契合的追求 也要看是否达到那个 那个所谓的目标 能否称为圆满才是 所以说 所以说要有五种方法能力 弘法 其实 光有五种弘法能力来弘法 恐怕也没有办法圆满法师的意思 因为她还更需要有什么 一个弘法的心 弘法的心 光有弘法的能力 就是读诵书写 广为人说的能力 还不够的 还有那个弘愿 有一个愿力 那既然讲 那这个法师啊 不一定是出家人 但是这个法师一定是菩萨 那菩萨不一定是出家菩萨 也有在家菩萨 那也不一定是这个人 人类是菩萨 他可以是诸佛菩萨 也可以出生到的菩萨 那因此啊 在这个地方就 意义就很深刻了 那这个地方是说明 法师的意思 以法为师 以师说法 到底怎么讲呢 就是通过五种方法 来学习佛法 通过五种方法来学习佛法 那就是以法为师的意思 以五种方法来学习佛法 所以以他为师 对不对 以法为师 然后也通过具备有五种能力的老师 来学习佛法 所以是以师佛法 这个师可以是俗人所谓的法师 俗人所谓的法师 就是现出家像的样子 这路边遇到一个出家人 在那边等着别人的布施 他是法师吗 一个是说他现出家像的一个出家人 那但是根本的理由是说他要有法 就是有法的意思 有能力弘法 以及有弘法的心愿 那这个会不会很深啊 要求很高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才能讲到所谓的所谓的什么功德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 以为给一点香油钱 打个家 参加一个法会 念一念 回家就平安顺利大吉了 对不对 如果那么好的话 诗愿就很兴隆了 没那么简单 修行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那事实上俗人就是以某人为法师 是以冒取人的讲法 然后就是出家人的外观为标准 那没有考虑到法师 应该就是以学法弘法为要求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 就讲功德的话 就必须有内涵 了解吗 内涵讲够了 还要讲超越 你觉得会不会很难 太难了 所以说没人愿意听 也有理由 再来就是受持读诵书写公然 为人解说 老实说是个上真的说法 了解吗 因为这些不同的说法 个别而言有不同的意义 例如刚刚说了读跟诵是不同的 跟书写就更不同了 公然是需要拿出钱财来公然 不然也要拿出学佛精神来公然 为人解说要懂佛法 那这些上真的说法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要有一个弘扬佛法的用心 那也就是以佛法为己任而努力推广 所以它并不是个技术技能而已 如果是的话 你不觉得抄写 抄写比解说简单吗 对不对 解说难度高很多 然后读诵 读诵跟抄写应该差不多 那不平等 简单来说公然要有钱 没有钱也要有公然的心 学佛的心 所以还是要有些成本 但是拿出时间来抄写 总比拿出钱财来公然 好像简单多一点 那既然来说的话 这个机能有高低的不同 对不对 高低不同 写一写就有功德了 好话讲得太简单了 所以其实它背后是一个理念在支持的 这个理念是什么 就是弘法 有一个做法在推广的 这个做法就是弘法 所以说有没有理念有没有做法 就看人了 看发心 看愿力 那圣贤法师要跟一个法骨山 来推广他的理念 来推动他的做法 会不会更 更什么 更难 更困难 但是他可以做得到 那他可以做得到 我们可以做得到吗 如果是物质而言 具体而言 盖同样那个法骨山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他在哪里 他在金山 那如果要在大陆盖一个法骨山 容易吗 都是看人 如果看财力的话是可以的 他们也常常重建祖师的祖庭 所以这个六祖 六祖会人的在兰花市 那个祖庭都可以重盖 但是要有理念在支持 有做法在推广 那就是难了 通常在第一代为了为了建立这个事业 就会有理念有做法 第二代能够懂了第一代的理念 能够继续做下去的话就难 那通常第二代也做不下去啊 常常是这样 所以说没有理念没有做法 这个弘法就做不起来了 那近代以来 对佛法的推广弘扬 就落实在一个观念 就所谓的理念在做 就是教育 台湾在二十多年前 多了很多的佛教的大学 以前是不可能的 那有第一所就有第二所 然后标榜是第一所 重要不重要呢 招生的时候可能重要 但是已经没有人的招生了 那这个第几所也没有什么的意思啊 所以说好多的学校跑出来 标榜的就是佛教精神在办学 那应该有佛教的理念在支撑 那佛教的理念是什么 这个理念对社会来说 能被理解吗 能被接受吗 能够被赞叹吗 那这样的话才可能经营下去 如果他不能够获得社会的支持 不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的话 那只是自己在说了好听而已 那没有理念 或理念不能被大众所理解 然后也没有做法 或做法做得不够完善的话 因此啊 这个就做不起来 那在过去就是因为佛法的弘然在寺院 但是寺院最后的流弊就变成私人财产 那就是说出家人跟在家人没差别 都是真什么呢 真财产 那就是有庙就有财产 所以新的佛教是不以盖庙为标准 以盖学校为追求 可是慢慢就发现盖学校好像都是世俗的东西 没有佛法了解吗 那真正的问题是 庙不是不能盖 庙要有法 庙有法的话就不叫庙了 其实庙不是佛教的语言 庙是儒家的 佛教应该叫做是 儒家的叫庙 那道教呢 道教就叫公 那公 公应该要什么 要香火要鼎盛 要很灵才有人拜 那是应该要有法 所以有法才有佛 有法有佛 那因此啊 不是不该庙 不是不该是 是应该要该什么 该道场 那新的一代的 弘法的理念 应该要有 应该要有 道场的理念 那道场这个理念啊 以往啊 在禅宗的讲法 就是称为丛林 丛林 丛林 禅宗的兴起 跟丛林的建立 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的宋明理学 他们要推动这个儒家 要复兴儒学 他们有一个做法 就是盖这个书院 书院是讲学的地方 道场是讲道的地方 那有学有道 才可能达到弘扬的目的 那后来这个书院啊 书院的精神 到了到了王阳明的时代 叫宋明理学的后期了 然后是很兴旺的 是出现了很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可是明王了 清朝的理学 恢复到成就的理学 成就的理学跟王阳明又不太一样 那这不提了 重要的是说 书院精神烧失了 我们说这句结论就好了 那佛教而言的话 道场也没落 所以新的一代 要弘扬佛法 弘扬佛法要在社会里面立足 这个有一个问题 在以往所谓的社会 跟现在所谓的社会不一样 现在这个社会叫民主社会 法治的社会 民主跟法治是现代公民 所追求的一个理想生活 所以必须是 讲究的是民权 然后没有这个现代的观念的话 停留在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观念 那都是历史的退步 社会不能进步 然后佛教要能够在社会立足 能够弘扬的话 那必须跟社会的议题 社会的命脉 要能够连接 要能够呼应 所以说弘法要怎么做 我们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说诵经有功德 讲经有功德 那你这个诵经 讲经都必须 回应到社会的议题 生命的议题 产生公民 那我们需要佛法 我们需要佛法 而不是佛法需要我们 这跟教生的道理一样 是学生需要学少 而不是学少需要学生 如果颠倒的话 那就变成只要做业绩了 佛法的业绩是什么 就是劝募 也募人也募款 然后呢 那到底要不要弘法 弘法是说 要帮助众生 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我们就说了 要如何把这个事情 当作一个事业或事情来做 弘法是个事情 弘法是个事业来推动 这应该是 是说一个议题 了解吗 这也就是学佛的一个所在 不然我有一个疑问 年轻人为什么需要佛法 我就在说这个道理 我们这种年龄来谈这个道理 当然可以得到共鸣 得到共鸣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 然后我们如果都讲一些 往生的道理的话 那些年轻人怎么会接受我们这一套 我们希望佛法有年轻人继续努力 那就是必须这个佛法的范围 能够让所有人都感受到它很重要 那因此弘法只是一个概念 但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内容来 来推动的话 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的 因为这样的话 能够做这样一个思考 能够做这样一个反省 能够做这样一个努力 那都需要有 要对佛法有足够的信心 有对佛法有足够的了解 以及也有这个热情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佛子失踪的责任的所在 那如来藏的教法就是首先要能肯定自己的佛性 要能够珍惜自己 就不会自暴自弃 对生命永远不放弃 不轻易失望 这个很重要的理由 其次是要把这个真理散播给大家都知道 因此提到五种法师的说法 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刚说的 比喻的功德都很大 大于勤修道品的卑制行 这个图就说明这个比较的结果 所谓行道就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也就是念佛法门 然后追求的是他立净土的追求 然后以信心为方便 然后就可以达到不退转的位置 如来藏是归为这一个异行道的法门 了解吗 就跟男行道的菩萨道 或自立圣道 要行各种的精进努力的法门相比的话 这个叫做男行能行男人能神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罗一张是异行道吗 慈经是异行道吗 你有没有答案 我是觉得觉得该怎么说啊 说容易都很容易 说很难都很难 对不对 所以说就看我们怎么理解 就是说容易是因为要鼓励我们 信就可以了 可是信不容易 信是最难的东西 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伤心 因为我们很容易怀疑 如果我们很容易伤心的话 就不用提倡信就好了 就是因为很难 才说信就可以了 那你不觉得这些都是相对的语言吗 那因为我们就不要太执着了 是难不难易不易的问题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有没有可以看的 比较感恩感动的 我们可以看一些 看这个好了 你伤心吗 我就问这个问题 俗话说得好 万物都有情 动物和人类之间 发生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 在国外有一位老人 无意间救了一只企鹅 谁知道从此以后 这只企鹅每年都要游泳八千公里回来看望老人 企鹅的名字叫做金晶 几年以前因为贪玩不小心进入一片石油区域奄奄一息 一名叫做若昂的捕鱼老人正好看到了 他将金晶带回家里 仔细地清洗掉身上的石油 企鹅在老人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老人每天都要喂他自己好吃的鱼 小企鹅康复以后老人就将他放生了 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金晶并没有忘记若昂 以后每年都要游泳八千公里回来看望他 有时候还会带上几条鱼当做礼物 老人看到企鹅的瞬间也是脑泪纵横 八千公里的路途 这只小企鹅要吃多少苦的啊 希望以后小企鹅不要来了 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哦 你伤心这企鹅会那么感恩回来吗 我们愿意伤心但是千载难逢对不对 也有意思 各位看看 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哦 来看这个感人的故事 在南非有个爱护动物人士哦 在四年前他救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 那么经过两个月的细心照顾 就是这只猫头鹰哦 他已经痊愈了 也回归到野外 不过呢 他常常会带着小礼物 像是一条蛇或是一只老鼠等等 来感谢救命恩人 猫头鹰开心地把捕捉到的老鼠 你吃素可能就不接受他的礼物了 表情看起来似乎很开心 接着他又叼着另一只老鼠 跑到猫咪主人的身边 好像急着要跟他献保 这只猫头鹰可不是故意要拿老鼠下人 他其实是来报恩的 原来四年前他脚受了伤 这家的主人裴托利斯好心救了他 经过两个月的细心照顾 猫头鹰的脚终于恢复健康 还跟这家人养的宠物变成好朋友 回归野外之后 这只猫头鹰不但三不五时会回来看他们 而且每次都会替主人跟猫咪带伴手礼 不过他的礼物人类看了可能会吓晕 因为这些礼物不是老鼠就是蛇或蝙蝠等 可是对于猫头鹰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猎物 看来动物有识比人类更知道感恩 记者综合报导 动物也是有灵 你相信万物皆有灵吗 猫头鹰还有企鹅都会报恩 对不对 都会来找自己 可是人呢 人有时候比动物野兽都不行都很恶劣 我要看一个最新的新闻 这最近了 秋色火焰不停从铁皮屋内窜出 现场消防人员拉起多条水线 全力扑灭火事 两层楼的矮房子被大火烧到扭曲变形 这栋位在新竹市东大陆的轮胎行 在15日晚间发生火警 事发当时附近邻居也联盲到现场灭火 还能依稀听到屋内的求救声 唯一从火场逃出来 成型屋主透露 纵火的嫌犯就是自己的小儿子 当天晚上因为洗碗和妈妈发生口叫 竟然就冲出去买汽油 并用一把火带走八名家人的性命 回到事发现场 一楼白放着机车以及轮胎等易燃物 导致火事迟迟无法扑灭 楼上有好几间卧室 当时四名大人以及四名小孩全在这 而嫌犯在买回汽油后 马上提着油冲上二楼纵火 八名罹难者完全没机会逃出 全都诚实在嫌犯也就是小儿子的卧室里 男眼悲痛情绪 没想到仅仅经过一个夜晚 再回到家里已经人是已非 殡葬业者也陪同幸存家属到现场招婚 检调单位已经重回事故现场进行调查 华日新闻 张明仙 杨文尚 许如新 新竹报导 所以说时间有那么温馨的猫头鹰 然后也有那么恶劣的例子 然后我们被现实所困惑 心情会有不同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会伤心如来账 那因为这样我们 就是说 词经对我们来说 意义在哪里 是否可以克服现实很多困难 事实上 现实很多负面的东西 都会引起我们内心的烦恼的一个呼应 就是说 所谓贪嗔痴 乙慢 这些习性的种子 然后跟外面的世界环境 做了一个灵结的话 那就等于是打开了我们的一个心理的烦恼的因 然后可能慢慢的蔓延到我们的心灵 那所以说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不接触社会的新闻 不理会社会的环境 而一个人独自在修行 修行嘛 恐怕是 恐怕不是在家人的生活方式 在家人的生活方式 是必须跟世俗有互动 所以难免有被波及 然后情绪会起了反应 那因此啊 我们是否 是否能够相信 相信一个真理 了解吗 真理 那这个真理我们也许会说 这个就是佛法啦 就是佛啦 佛菩萨 那我们等于是相信有一个超越的神明来主持公道 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他会化现为其他不同的形态 有人会说这个就叫做炎螺王 的一个成恶扬善的一个裁判者 有人可能把他化现为上帝 然后上帝最后会公平的审判 然后有人可能把他化现为 诸佛菩萨的慈悲 那些种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信仰形态 是否是会属于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 而心中其实没有因为不同的选择 而能够找到一个一个永恒的根据 而可能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信仰的形态 来达到自我对于世界的一种一种评判 那这个评判很大的程度 其实也就是代表一个自我的观点 自我观点在做评论 而这些评论是否是有足够的一个能力 去化解心中的不平心中的愤怒 因为基本上人心中代表的是良善的 我的讲法 所以说对于社会的不公不义 心里不会是认同的 因此会起了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反感 所以很多的凡夫众生在这个地方是烦恼 就是我们很难避免的对社会无人为力 然后也引起了一种愤怒 然后也引起了一种愤怒 那这样的话就所谓的撑 所谓吃的一个无名烦恼的上映 那就会对我们的修行功德会有所损害 那这样的话是我们必须去检查的 面对的 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标榜这个词经的功德 所以说我们要如何通过词经来平复我们心灵的不平 然后能够掌握到自己的信仰的一个根源 不受影响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自己去在这个地方去体会 那这个体会我就称之为修行了 然后呢就是说不是一种迷信经典而已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是可以给各位再听一首歌了 然后听完这首歌 我再把经文的部分再稍微再看一次 那今天课程就可以算是蛮完整的 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阿完父 阿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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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呀 真是菩萨要獨立宗生 阿呀 真是菩萨要獨立宗生 自菩 自菩 阿 原諒他 自菩 自菩 阿 原諒他 世界上沒有不變的壞人 夢為人起了坦承 做了壞事 做了壞話 還出大方 阿呀 真是菩薩要獨立宗生 阿呀 真是菩薩要獨立宗生 自菩 自菩 阿 原諒他 自菩 自菩 阿 原諒他 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壞人 夢為人起了懸念 做了壞事 做了壞話 幫助他吧 阿呀 真是菩薩要獨立宗生 阿呀 真是菩薩要獨立宗生 自菩 自菩 阿 原諒他 自菩 自菩 阿 原諒他 自菩 自菩 阿 原諒他 世界上許多苦惱的眾生 無知 無常 無謀 想著人 想鬥 自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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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阿呀 真是菩薩要獨立宗生 那呀 真是菩薩要獨立宗生 自菩 自菩 阿 自菩他 自菩 自菩 阿 自菩他 各位知道慈悲他這個他是誰啊 我覺得是自己 首先要慈悲自己啊 就是幫助自己 就是幫助自己更慈悲 要慈悲自己就是要善待自己 能夠看懂自己困在煩惱當中 製造煩惱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原諒世界上一切犯錯的人嗎 這個沒有講到很高 天上無有不愛的人對不對 無有不愛就更積極了 但是說可以原諒所有犯錯的人 那需要有足夠的慈悲 然後呢 如果不能原諒的話 你可能陷入在這個現實世界 會被現實各種的各種的問題所影響 然後 於是 於是我們 可能分世極俗 然後我們也以為是 理所當然的是 言善成惡的話 那代表的是 另外一種的一種正義 但是這個正義是用憤怒來包裝 還化身的 所以說 慈經其實就是 通過佛法的力量 來幫助自己 更能夠找到一個更真實的自己 那 我今天上課大概 道理是差不多啦 所以 所以說 我們來看看 最後這個寄語 寄語 若人求菩提 文詞此今者 書寫而公養 乃至於一記 如來唯妙意 須於發水洗 當聽此正教 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比較看得清楚 當聽此正教 功德無有量 若人求菩提 祝大神通力 欲公十方佛 佛菩薩身文眾 奇數過橫沙 異載不失意 未依依諸佛建立廟寶台 高 抬高石油尋 眾廣四十里 宗師七寶座 嚴世備眾廟 夫以天真乳 隨作各疏義 無量過橫沙 無量過橫沙 獻佛極大眾 喜以此奉獻 日夜不休息 滿百千萬劫 所獲福如是 文者 惠者 惠者文此經 仁慈一批喻 而為人解說 其福過於比 乃至於算術 批喻所不及 眾生之所益 素成無上道 菩薩地思為 聖身如來賬 知眾生時有 即成無上道 各位懂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上課 的內容 就是 授詞經典 功德無量 大家都能夠來這裡上課 來聽這個直播課程 同將這個功德無量的法寫 謝謝大家今天的歷領 我們準備上課了 節目 很聰明 影片